就是发劲 手的揉呢 就是慢的动作 慢的动作 变换的动作 缸中有揉 揉中有缸 纯缸无揉 纯缸无缸 纯缸无缸呢 是空的 这怎么回事呢 他一拳打过来呢 我首先躲过他的拳风 首先要躲过拳风 这个过程呢就叫揉 已经柔化了 力量柔化了 这个地方就揉柔刻钢 下去呢 就虚发相变 这个时候 下去的时候 那个是钢的这种体现 变化转换这次 叫揉柔刻钢 下面呢 我揉柔刻钢的过程 就叫虚 虚定 我不是这样 就没了 对 他来的我一虚 对 下面 就虚发相变 哦 虚核发 后下变化 刚柔相继 实际它是讲近力 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你一个动作的形成 它是从不用力 也就是说 从柔开始 到柱件的用力 到你的利用力的顶点 这是钢的出现 那么从它的转换 又从钢的顶点 到柱件 柱件的减力 到最后最后完成 所以你看 一个动作当中 就包含了近力的变化 只有这样的去理解 才能柱件的达到了 刚柔相继的水平和效果 还有那个 以柔克柔 以柔克柔 对 那对方呢 不用紧 我也不用紧 它两个人随地柔化水平高 如果一个人的柔化水平高 它能感觉到对方的变化 那么呢 再抓住对方的海心 再用劲 发力 这叫以柔克柔 以柔克柔 它柔 我觉得寒柔 它很轻来了 我能引着的变 以柔克柔 它轻轻探听我的劲 你寄给我 我呢 轻探也探的劲 最后呢 抓着它的 要和变化 它这个地方也是在 它在探听我的劲 它也在探听你的劲 对 它在柔 我也是柔 我柔中变化呢 照着它的药 这属于以柔克柔 对 本来是以柔克柔 怎么变成以钢克柔了呢 对呀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同时发警的 两个人同时发警 对了 有的时候发警会同时的 那就是看谁的钢镜质量好 这样的 对 那不是会两个人如果以钢克钢的话 会相顶吗 这种 如果对方的质量差 一下就打散了 它现在刚进 对 在我们两个同时发警的时候 同时发警 你现在发警了 发警了 我也发警 一去 您的比它更刚 对 还是一个基本功杂实 那么一个强的 一个弱的 一样是钢能克钢 刚刚听您这么讲 是从这个以柔克钢当中变化出好几个层次 对 以柔克钢是基本的 但是不是全面的 有的时候很多地方用以柔克钢 还有一些部分呢 不是用以柔克钢的 之前老师听到说以柔克钢 但是像您提出来的以柔克钢 以钢克钢 还觉得是很新鲜的一种 从而也让我知道 这个从以柔克钢当中 可以变换出 更多的一些工房的一些变化 可见 太极拳中的钢柔 需要辩正的看待 以柔克钢不是绝对 以钢克钢 以柔克钢 未尝不是质敌的手段 太极拳就是这样 看似充满矛盾 却又能完美的统一 钢柔如此 快慢如此 动静亦是如此 已经带动呢 对方来得近呢 感觉到 他怎么来呢 我说哪个方向 哪个角度 怎么来调节变化 但是呢 他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对 你对方已经带动 你也已经带动 我也已经带动 那再来都不动 能不能行吗 对 就没有对抗了 对 还有出去制胜呢 找着对方的中心 弱点 虚弱的地方 可以受限进攻的 不是一定要 已经带动的 比如说 我跟小炳 一上 一合进 都得等待对方的 动向 对不对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这个地方弱了 这个地方气不够 我看着中心在这个地方 我就 哗 它可以下去 突然袭击 突然袭击 对 您先变化 有一个进攻 对 就不是 一直已经带动 它没有动 我也可以动的 所以 没有 关销 在 commented INMENT C但是 用 刁 Gmail 这样 请